大家好,我是魔女佳儿 今天会继续给大家带来 《地富少年花子君》下半部的剧情 还没看过上半部的朋友 请点击至顶留言或右上角提供的链接进行观看 不知不觉,花子君与玲玲结缘了好一段时间 自从玲玲看见花子君的过去之后 心情复杂的她总是不自觉地逃避花子君 这让一旁的花子君以及元光也察觉到了不妥 下课后,元光私下找了宁宁 恳求宁宁替她制作甜甜圈 宁宁把心事告诉了元光 理智让她不要再插手花子君的事 感性却让她留下来帮助花子君 即使可能什么也做不了 此时的元光早已放弃了除掉花子君的念头 与时温暖地开导宁 凡事最终要跟随自己的内心 不久后,好吃的甜甜圈大功告成 元光让宁宁也给花子君带一点甜甜圈 没有人知道的是 元光其实很擅长料理 让宁宁帮忙做甜甜圈 也只是刻意制造她与花子君破冰的机会 画面一转 全程一直待在他们身旁的物怪 跑到了绿发少女小鹰那里 在小鹰的嘱咐下 她把某个东西放进了宁宁装甜甜圈的袋子里 天台上,宁宁对花子君把话说开 两人感情比过往更进一步 就在此时 带子里的东西冲了出来 一个让花子君惊讶的失神的角色出现了 她就是花子君的男生弟弟 宥牧斯 小鹰是宥牧斯的助手 他们早已监视了宁宁等人一段时间 看着花子君一脸惊恐的神情 宥牧斯非常满意 一旁的宁宁不允许宥牧斯继续刺激花子君 不顾危险的撞开了宥牧斯 宥牧斯诡异的冲着两人笑了笑 暗示这一切只是一个开始 冥冥不由自主的猜测 花子君当年杀害的人就是弟弟宥牧斯 但这一切又是为了什么 校园的广播室里 作为广播部成员的小鹰 继续了今天要播报的内容 原来这段时间里 篡改传说引发骚乱的就是优牧斯的群人 初中部的入口处有一只可怜孤独的幽灵 他会突然抓住同学的手 问说 同学们都被幽灵吓跑了 唯独从小就能看见鬼的元光 对这一切波澜不惊 他一把抓住了幽灵 结果发现幽灵生前是本校的学生 由于圆光下定决心不再除灵 于是他决定用另一种方式 也就是替幽灵完成心愿 让他成佛升天 解决幽灵心愿的第一步 是弄清楚他究竟正留恋着什么 随着幽灵虽然能力很弱 嘴却很硬 在他对着圆光拾出一连串的嘴炮后 我们可以知道幽灵的名叫三叶 爱好是摄影 至于对世间还有什么留恋 他自己也不太清楚 于是圆光陪着他在校园里四处拍摄 结果发现三叶拍花拍草拍风景 就是怎么也不愿意拍人物 圆光一手把相机抢了过来 就在这个当儿 他遇见了同班同学横伟 横伟一眼认出那是三叶的相机 原来三叶居然是圆光初一那年的同班同学 甚至还曾经主动上前给圆光打过招呼 只是现在样子变了太多 圆光没有认出来而已 小学时三叶就因为长得像女生 说话太嚣张等等原因不断被人欺负 后来他改变了自己 学会察言观色 友善待人 然而变得毫无个性 得到的下场 是存在感薄弱 死了也没有人记得 听完这一切 圆光让三叶做回自己 最起码他并不讨厌说话嚣张的三叶 也愿意一直和他做朋友 善良的三叶在人类身上得到一丝温暖后 偷偷拍下了圆光的背影照 并与圆光约定 让他明天陪自己直到照片洗出来为止 两人一同愉快地走回校舍 优木斯出现 显然他并不喜欢看见别人的笑脸 三叶能够开开心心成佛 不是他想要的结局 他问三叶 底下我许愿了对吧 说想留在大家的记忆里 三叶没敢回话 原来 并不思与花子君有着同样 可以以一样东西作为代价 实现他人愿望的能力 不同在于 花子君负责实现生者的愿望 并不思负责实现死去之人的愿望 而这回 他需要三叶付出的代价是理性 圆光面前 并不思让小鹰透过播报器 散播出另一个更可怕的传说 把三叶彻彻底底变成一个丧失理性的怪物 在幽慕斯的怂恿下 三叶袭击了圆光 导致赶来的花子君只能选择动手砍死他 花子君很难过 他知道这不会是最后一次 因为幽慕斯极端的行为 而造成的悲剧 看着花子君痛苦的表情 幽慕斯非常满足地离开 事后 圆光一直等待着三叶的原地复活 花子君告诉他 死亡是一种终结 即使以灵体的形态在人间徘徊 活着的时候没有做到的事 死后一样做不到 不管多么悔恨 画面一转 玲玲被幽慕斯掳走 醒来后 她发现自己被带到了另一个境界 小鹰 幽慕斯 以及小鹰的盲目追求者 夏艳都在这里 小鹰看起来态度友善 主动告诉了宁宁自己是人类 与宁宁相同 她也和七大不可思议结了缘 对象正是幽慕斯 不久后 幽慕斯向小鹰使了眼色 小鹰略显无奈地扣留了宁宁 把宁宁传送到另一个陌生的境界 眼前的众多扇门里 只有一扇门连接着宁宁原来的世界 简单来说 宁宁必须找到对的门 花子君才能找到她 最终 幸运的宁宁找到了旧校舍教室的门 意外遇见了数十年前 还没死去的花子君 捡到了她离开时 掉下的钥匙 回到现实世界后 宁宁没有坦白在教室里遇到花子君的事 也没把钥匙交给花子君 在弄清楚一切事情之前 这是她保护花子君最好的方法 然而 宁宁貌似注定了没有办法好好的生活 在花子君以及圆光面前 宁宁被一只怪手拉入了近中世界 随后出现在这里的人 居然是三叶 这里的三叶说话非常嘴线 但整体而言还是个好人 她向宁宁介绍了这个地方 这里是七大不可思一只三的境界 名叫 静之地狱 三叶委托怪手给她带个能救她的人 结果怪手给她带来了宁宁 所以一切只能算是阴差阳错 两人走着走着来到了一面大镜子前 宁宁赫然发现小葵就在镜子里 但是这个小葵所说的话特别恶毒 每一句话就像是想把宁宁毁掉一样 原来这是七大不可思一之三 静之妖的镜子 她的镜子能营照出人的内心 让你看到你最不愿意看到 或者是恐惧的东西来发动攻击 幻没一转 花子君犹豫着是否该进入境界 因为静之妖的镜子 会根据境界中的人展现不同的强度 倘若花子君贸然闯入 那么静之妖可能会被她想化 静之地狱里 宁宁不堪静子的折磨 顺手把一旁看热闹的三叶推向了静子 随之镜中的小葵看见三叶后就消失了 静子里什么也没有 三叶猜想 这或许是因为自己失去了记忆的缘故 在这里耗了一段时间 静之妖再也没有耐性陪她们耗下去 她想要生者的灵魂 于是让部下强硬抓走了宁宁 能力很弱的三叶丝毫没有还击之力 眼看着灵灵就快死掉 三叶只能无助地大喊救命 熟悉的声音传入耳中 是花子君 不对 这个人是幽木斯 则见她飞升过去一把掐住了静之妖 然后残忍地杀死她 再徒手挖出静之妖的心脏 事宁三叶要想变得强大 就得把心脏吃下去 另一边想 花子君决定进入静之地狱 在弥子的帮忙下 她与袁光终于成功进入境界 并找到了黯然无恙处于昏睡状态的宁宁 这时的三叶默默地归在大镜子前 她吃掉了静之妖 获得了静之妖的力量 袁光很是惊讶 因为三叶明明在不久前已经彻底死去 这时 轮到悠慕斯介绍自己的杰作 之前三叶曾经以理性作为代价 让幽慕斯替她实现愿望 在三叶死后 幽慕斯随便用一些低级灵体 拼凑出一个肉身 再把三叶的理性注入 新的三叶就完成啦 只不过 此三叶非比三叶 她什么都不是 也不保有任何三叶生前的记忆 吃下了静之妖的心脏 她沉浸了其身份 成为了七大不可思议之三 在幽慕斯的威逼以及诱导下 对花子君等人进行攻击 但至今的三叶未能自主地展现自己的力量 因此她差点就误伤了宁宁 索性在最后关头 两只伤在的她用身体护住了宁宁 并在幽慕斯对三人做出下一个举动之前 迅速把三人赶出尽知地狱 事情就这样过去了三天 幽慕斯再也没有出现 一切看似恢复了正常 唯独圆光对三叶的事仍旧耿耿于怀 两个人鱼的使者出现在宁宁面前 礼貌地称呼宁宁为公主殿下 由于曾经吞下人鱼的领片 因此宁宁也是鱼之国的一员 两位使者起来的目的就是为了解救宁宁 希望宁宁可以与他们一起回到鱼之国 他们真诚地称赞宁宁很漂亮 聪明地点破了宁宁在现实世界遇到的窘境 如今跟随他们回去当个公主 几万千宠爱于一身不是个好吗 说完 他们交给宁宁一瓶人于妖的鲜血 一旦割下鲜血 宁宁与花子君的结缘将会解除 并正式与人于妖结缘 基于某些原因 宁宁有些动摇 因此她希望身边的人来阻止自己 去了好几个地方 询问了身边每个人的意见 结果出乎预料 每个人都说这样很好 花子君躲在莲子后 听见了宁宁的心事 但她没有出面阻止宁宁 时间来到隔天早上 仁宁使者做好了迎接宁宁的准备 宁宁选择拒绝他们 因为她不想切断与花子君的缘分 不过仁宁使者没有遵从宁宁的意愿 他们认为像宁宁这样的人 在人间生活注定不会有幸福的 她不断打击宁宁作为人类的信心 直到最后 宁宁张开口准备喝下仁宁鲜血 人与使者被赶跑后 宁宁坦白了自己改变主意的真正原因 倘若能变成和花子君一样的怪异 就能离花子君更进一步了 花子君温柔逝去了宁宁脸上的泪水 勾手承诺宁宁以后一定会告诉她 所有她想知道的事 故事还没结束 孤独的三叶既没有依靠 也没有反抗幽慕斯的努力 于是选择了暂时待在小鹰等人身边 袁光则决定努力增强自己 将来要从幽慕斯手中拯救三叶 灵灵托付物怪送给云光的书果 被云辉发现 数个月前 无礼报恩的谜题终于解开 其道不可思议的故事 继续在校园里拧传下去 第四少年花子军第一季故事结束